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哥 你叫啥呢 这叫啥是你呢 你干啥呢 你干啥呢 我不是这么个事吗 你看上回用捐款那个事 给我大哥添不少麻烦 这个记者他老采访 我现在就过去看看我大哥来 刚才我现在是我大哥蹲那块 你拿我当你大哥了 完了就动手动脚 看来你们这关系处的可不一般呢 你看你说啥呢 大哥 你别说笑话啊 我是你二哥 你这老大哥大哥 你是不是这两天你叫顺嘴了你啊 我这脑子也不好使 到现在你们俩呀 谁老大 谁老二 我一直会分不清 你可不是分不清 你要分不清 你得不跑我呢 我呀还真没看出来 二哥这人呢 还挺幽默 你别说笑话啊 那啥呢 那你干啥呢 我这下午着急相老伴 他欠我那钱 就不给我 我这不是来要钱了吗 他人哪去呢 你还问我 你还不知道他是哪去吗 我说哪知道些 我是懵懵懵一点 我现在那个葡萄大哥 愿吃啥玩意儿 给大家给做点菜 我给送过来 哎呀 那我说闻着这么香呢 来我看看啥啥啥 哎呀 葡萄大哥 你带过来 哎呀 鸡爪子 鸭爪子 鹅爪子 猪爪子 哎呀 这都是我亲爱吃的 他爱吃吗 师范能挠钱的他都爱吃 我亲家现在就缺钱了 我跟你说 那啥呢 哎呀 我说 我说行 你把我亲家的饮食习惯 摸得这么透吗 那这样子 你爱吃你就吃 咱俩等他一会儿 房间也等 我给你找个网块去 行吗 这个我得吃呀 我必须把我那一万五 这三天的利息给支回来 来 哎哥 我给你买一下啊 我还带冰箱 无量 哎呀 我看出来了 他家的地形 你摸的皮我都熟过 咱就说这酒杯 这是我亲家结婚前 我给他买的 二十多年 他都没给我拿出来 你说你跟哪儿掏出来 咱俩 啥玩意儿我跟哪儿掏出来 你可别瞎说啊 你就我那儿放着呢 我到那儿 我拿回来了 来吧 我敬你一杯酒吧 来 你这完全是以 亲家母的身份来招待我 你真是 你说啥话 你这是什么 亲家母啊 你整理我都不好意思的 你还亲家母 你们俩就是我兄弟 以后啊 咱应该改口了 以后我亲家这都过上了 我应该管你叫嫂子 你管我叫二弟吧 二哥啊 我跟你说张静调啊 闹笑话 你可别瞎闹笑话啊 我跟我大哥呀 俺俩还没有呢 还没有呢 没有登记也有先过上的 这年我都明白 你真说小姐 你真说的 真是那么回事 那可不就是那回事 我问你 孩子现在上学了 上学了 钱都够了 都够了 你们过得都挺好 是吧 挺好 嫂子 你们过得都挺好 你们得想想别人呀 你说你们那堆柴火 潦汪汪的 跟他找的 你说我这堆柴火 都晾三天了 干透透的 现在就给个火星子 蹭一下就找啊 现在就是消防队 来搁吃水枪吃 都不一定磁灭 我下午确实着急像老伴 你就告诉我实话 我清洁上哪去了 我跟你说二哥 我真不知道 我大哥上哪去了 你看 嫂子 你如果要这么说的话 咱们话就得往回落 那我这钱 我就得管你要了 你从我要啥钱呢 你从我要不着啊 负债子还 负债欺还 你这哪里 是不是有这说的 我清洁天生气管炎 从来不管钱 你说我不管你要 我管谁要 不说二哥 我说你这是咋回事啊 你咋就认准了 我跟我大哥过去了呢 他没有钱 他有钱不给你的嘛 你咋不相信他呢 你这咋还鸡眼了呢 这一般在家里 要说了不算的 能有这么大脾气吗 我告诉你说啊 他没有钱 你有钱肯定给你 所以他有钱的话 他不能出去三天不回来 给你借钱 少了 你给我就少了 你别借不少 你那么点 他没回来 你先把钱你借给我 然后我用完车 我再给你拿回来 行吗 你呀 你从我借 借不上 再说我也没有钱 你怎么能没有钱 你给你捐那三万块钱 你都花了 还是你们这置办家具了 没置办家具 那是准备置办家具 是吧 我准备置办啥家具 你今天咋的 这不叫我呢 我可不跟你说拉倒 不是嫂子 你不能不管我呀 因为我下午着急 想老伴 你一说了 那老太太长得可水灵了 你说你这 你就不管我 我跟你说 我实在是没有办法了 你二弟太寂寞了 行吗 我求你了 嫂子 你是我亲嫂 我跟你会 你就妈我也不行 我不能给你钱 我求你了 你又帮我 我三天不见 故意突变呢 今天我们终于拍到了 白大爷 向田阿姨求婚的画面 你怎么又来了呢 拿了 不玩老鹿 鹿啥鹿啊 我跟你说 你别小看我鹿这玩意 等到你们结婚那天 这都是婚礼 非家的 你知道吗 什么啊 你这一鹿 好像我俩咋地了 不是你没咋地 你刚才那是干啥的 我这是求我嫂子 让她帮帮我 我下午想老伴 你说我这个悲惨的 你这样 你说你路上 都影响我形象 大兄弟 你是这么回事 他呢 从他青年要钱 他青年没给家 他跪地吧 你要这个钱 你说这哪个哪 这是 你说 哎呀 你们有点 这太着急了 我今天来 就是告诉你们 一个好消息 从两天 这个白大爷和 钱大爷捐款的事啊 这个网友纷纷好评 所以说呢 网友把这个钱 都凑出来了 这孩子上学的钱 也有了 把钱大爷多捐的钱 也找回来了 白大爷 你找后老伴的钱 也不用再着急了 真的啊 这挺好 那也太好了 你说我这事 没事 我不着急 这么多年都挺过来了 这段时间我能控制住 那个大行长 这个感谢你啊 也感谢那个社会人 有好多那个好心人呢 哎呀 那啥 那个钱够的事 大哥知道不得 我这不就是来 告诉钱大爷的吗 哎 钱大爷呢 没了 没没了 丢了 丢了 现在就三天 找不到人啊 那个 好几天没看到人的 这不哪去的 有个新的刀鱼啊 那么大人就救了 你别着急 你别着急 你先发吧 这么点啊 咱们现在来一段 这个视频区 循名启示 你录一段 然后咱们就直播出去 没准能找到钱大爷 哎呀 这个办法挺好 看着就都能告诉 直播的 直播的 这个挺好 挺好 那什么 那个录吧 我不着急 你是优先 来 我先来吧 这还不着急呢 那女士优先 应该田阿姨先来呀 啊 你去 那 我不知道 你先来 可以了 一杯 开始 大哥呀 你跟哪呢 你快回来吧 啊 那个钱哪 有着落了 真没想到啊 你说你的爱心呢 哎呀 给你添这么多麻烦 这一天呢 我的事啊 一直放心不下 我这一对眼睛啊 我这满脑子里头 确实大哥你呀 我说心里话 你存在 他深深的脑海里 他的梦里 他的心里 他的歌声里 我不着急 你先聊 大哥 就没想到啊 你对我们这个树不相识的姑娘 你照顾和爱心 我跟我儿子这辈子大哥 也忘不了你啊 等老妹子以后过好了 我肯定报答你 大哥呀 你跟哪呢 你快回来吧 你快回来 你快回来吧 是生活因你而青菜 那是我不着急 你来你来 我说你这 你不着急不着急 啥结果眼的 你能不能来 来点干点你 刚才有点稀哈 我来点干点 这亲家呀 你跟哪呢 你快点回来吧 这两天我们找 你都找疯了 全乡都找遍了 尤其是你常去那几个寡妇家 我都去找去了 人家说没看的你 亲家呀 你千万快点回来 别出啥事 只要你回来 我保证不哭行吗 看着麦看着麦 手机响了 来了 来信息了 现在就有网友 知道了这个消息 把这个消息发上去了 网友说 现在已经找到了 四处筹钱的钱大爷 钱大爷知道了 这个好消息 正在往回赶 估计明天就能到 这下路我都放心了 放啥心呢 你倒是放心了 他不说你明天回来吗 明天回来 你说我找老婆 这事不又泡汤了吗 怎么浑浑受伤 都是我呢 白大爷 白大爷 其实我一直 想问你一句话 你说这一会钱 大爷回来了 你到底是管他要钱 还是要你这面子 这事我 我得怎么说呢 我还是想要老婆 你这么没重见 平安姨 大妹子 找我大哥去 你要实在香不农大哥 还有二哥呢 谁知道吗 大妹子 大妹子 老婆 我们这些不曝你 你们这是我 你好不好 感谢观看